打开我这个 声音讲到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昨天讲的 我们昨天讲到哪里 昨天讲到 OK 对我们昨天讲到 sexual integrity upholding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刚刚好 讲到的地方 所以呢你要看 这些人怎么样有些人 还有这些品格generous 还有呢 having sexual integrity having sexual integrity 就是这个人在性方面 OK 这个肉体的情欲上 他是非常正直的 upholding justice OK 他是怎么样 他是非常维护公正公义的 they are drawing on wisdom 他们就基本上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是接近 OK 完全是接近智慧的 他们这些人就是 所以这样的人都是有智慧 都是属于有智慧的人 OK 好 我们昨天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从这个 these lady wisdom 这个 讲的是这个 lady wisdom 智慧女神 这位女士 这个是 poems they are a creative poetic way 所以讲到有关 这些所有有关 智慧女神的 这些诗歌呢 they are a creative 什么叫做 creative poetic way 有创造力的 有创造力 而且是有深意的方法 因为他用诗歌来表现 exploring this idea 怎么样 我们可以 exploring是什么意思 探索 探索 这一方面的这个 这个诗歌 这个诗歌 that we live in God's normal 这个是moral universe 所以我们住在 上帝的 道德的宇宙里面 OK and that goodness and justice are objective realities that we ignore to our own 什么 pearl OK 好 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 所以我们是活在 上帝的这种 moral universe 道德的宇宙里面 而这种 美善 goodness 还有公正 justness OK 这两个因素是 objective realities 什么叫做 objective realities 有没有人知道 什么叫做 objective realities 客观现实 客观的现实 OK 那是指什么东西 享受智慧 这是一种客观性的现实 就是不管你 你承不承认它 它基本上都放在那里 客观性的现实 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 有这个现实 它确实存在 它确实存在 这种美善 goodness 跟justice 跟这种公正性 但是这种客观 美善的 它的这种客观的 这种现实 常常常我们都 ignore 我们都忽略它了 OK to our own peril 这是peril 是什么东西啊 p-e-r-i-l 这什么意思 to our own peril 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 个人的危机 是不是 不好的意思 就是peril OK to peril 本身是危险的意思 OK to our own peril 也就是 这个是一个 习惯用法 to our own peril 也就是我们常常会 因此而自取灭亡 给我们自己造带来 很大的危机 因为我们忽略它 we ignore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智慧本身 非常非常重要 OK 所以我们在 探讨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些概念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上帝 在上帝的整个 moral universe 它是一个 道德的宇宙里面 这个里面呢 goodness 美善 跟justice 公正 是一种客观的现实 就是 就是摆在那里 存在的 很客观的 就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往往 忽略了它 忽略了它 以后我们就自取灭亡 to our own peril 我们常常给自己 引来很大的麻烦 因为我们忽略这个美善 我们忽略这种 公正性 justice 好 下面告诉你说 and so 因此 fearing the lord OK 我们要怎么样 fearing the lord 敬畏神 敬畏神 living wisely 有智慧来活着 智慧 OK it's living along the grain of the universe living alone 什么知道 living 跟着什么东西 我们基本上是 living alone the grain 这个地方 the grain 指的是什么 文理吗 不应该是古物 the grain of universe OK 这个grain 是指什么东西 文理 然后宇宙的框架 就是我们跟着这个宇宙的这个框架 就是整个宇宙的大体这样子跟着它走的时候 这个基本上我们如果能第一要fearing the lord 我们要敬畏神 然后我们要活的是有智慧的 基本上我们就是跟着整个宇宙在走 就是跟着整个宇宙的这个grain of 这个很不好分 这个是不是跟前面那个 就是说那个lady wisdom 它是connected to 那个框架怎么说呢 宇宙的框架相连接 好像跟那个是呼应的吧 对 这个grain of universe 指的是说 那个好像是整个的大宇宙 我们就活在这个大宇宙里面 ok 所以我们要活在这个大宇宙里面 我们就一定要fearing the lord 我们要敬畏神 然后我们要living wisely 我们要活得很有智慧 这样呢 it's living alone 我们就是跟着这整个的宇宙的这个大宇宙 活在一起 我们就是在这个身在其中 就是要这样做的 这个有没有问题 grain 小可以小到一个种子 我们可以叫grain the grain of the universe呢 是指什么东西 宇宙不是一个种子吧 不是以小粒什么东西 它指的是什么 是指一个大的东西 一体的东西 叫the grain of the universe 好 有没有问题 这个 the grain of the universe 是不是指的宇宙的脉路 好像 you stay along the grain of the universe 就是 就是随着宇宙的 这个脉路啊 跟着它 宇宙一起前进 嗯 就是这个宇宙 有它的天性 有它的这个 来龙去脉 所以我们要随着 这样比较好 对 所以我们要随着 宇宙的这么一个脉路 yeah that's right 跟随宇宙的脉路 is need a long 脉路 脉路 yeah 脉路这样翻译会比较好 the grain of the universe yeah 伦理 所以我们要跟着 这整个大宇宙 OK 生活在其中 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是要fearing the Lord 要敬畏神 living wisely 我们要活得有智慧 OK 这个就是跟着 整个的宇宙 OK 我们一起生存在其中 now together 我们放在一起 these two sets of speeches from the father and lady wisdom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有几个对话 一个是爸爸父子 两个的对话 另外一个是 lady wisdom 这个是智慧女神 他们两个的对话 这两段的对话 they make a powerful claim about the book powerful claim 什么叫powerful claim 有力的宣告 yeah 有力的宣告 OK 非常有力 OK 有力的宣称 有力 powerful claim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 一再有力的这种主张 也可以说主张 powerful claim 有关于这本书 that you are not simply reading good advice OK 所以你读这本书的时候 他们两个 不管是这个父子的对话 还是这个智慧女士 他们的这个讲 所讲的东西呢 基本上呢 都是一种很有 强有力的主张 有关于这本书 那所以读这本书呢 you are not simply reading good advice 你不是只是读真言 只是要求一个好的见解 好的建议而已 you are reading God's own invitation 事实上你读的是 上帝自己的一个邀请 invitation 邀请你去做什么呢 to learn wisdom from previous generations 上帝邀请你呢 来读这本书 去学习智慧 从什么地方学习智慧 从前面几代人 previous previous是前面几代 前面的 previous generation 从前面几代人那里 从他们那里学习智慧 因为真言都是 以前的人留下的智慧 所以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呢 不是只是读一本 翻翻真言 看看有什么人生智慧 能够给我一些好的建议 good advice 而你读的是上帝自己亲自给你的一个邀请 这个邀请就是邀请你来学习智慧 从哪里学习呢 从我们前面几代人那里去学习智慧 ok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我们再从头来看一下这一段 ok 怕你们吸收不了 ok ok so these lady wisdom poems they are a creative poetic way of exploring this idea ok that we live in god's moral universe 所以智慧女神告诉我 她们的诗歌里 她的写这个这个诗歌里面 智慧女神的诗歌里面 她是一种很有创造力 一种诗意的方法 来让我们探索 这些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主张 然后呢 我们是活在上帝的道德宇宙里面 moral universe ok 在这个里面呢 goodness and justice are objective realities 所以美善跟公正都是一种非常 客观存在的事实 客观存在的事实 不管你同不同意 它都在那里 但是这个事实往往呢 that we ignore to our own peril 但是我们常常都忽略它 以至于我们就会 造成一种情况 我们会自取灭亡 to our own peril ok 因为我们常常忽略它 第一个是美善 goodness 第二个是justice 我们忽略了就自己自取 自取灭亡了 所以因此 ok fearing the lord living wisely 这两个条件非常重要 我们要敬畏神 然后呢 我们要活的是什么 有智慧的 ok 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跟 我们基本上就活着 it's a living 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基本上就跟着这个 我们刚刚讲grain是什么 你们怎么翻译的 grain of the universe 宇宙的文理 脉络 对我们这个基本上就是跟着这个宇宙的脉络 ok 所谓的 因为这个宇宙都是上帝的 它是一种道德的 这个 道德的宇宙 基本上这里面就是一个道德的宇宙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跟着这个宇宙的脉络一起前进 就是活在这个宇宙的脉络里面 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ok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now together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两组的对话都放在一起 一个是父亲所说的 跟他儿子的那些对话 讲有关智慧的东西 第二个是lady wisdom 是这个智慧女神 她所讲的话 他们这些对话都形成了一个很有力 powerful claim 形成一个很有力的主张 主张什么呢 about this book 是有关于我们诗篇这首 有关于我们真言这本书的 这卷书的 所以呢 基本上 you are not simply reading good advice 你看这本真言的书 不是只是在这里读 读一本书 寻求一些好的见解 好的这个建议 不是这样子 不只是读书而已 而你读的是上帝亲自给你的邀请 上帝让你呢 可以学智慧 要你来学智慧的邀请 从前面几代人的智慧 这样学下来的 previous generations 好 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了 ok 好 ok 好 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 读一下 把这个给读一读 大家可以理解 前面这个地方 it's living alone 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沿着什么什么 在生活 ok 我们就是沿着 顺着这个 这个宇宙的整个的 这个脉络 在生活 这样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谁给我们读一下 这个 Andrew来 Andrew帮我们读一下 凌晨 Kesun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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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e lady wisdom mmm oh These lady wisdom poems they are a creative poetic way of exploring this idea that we need in God's moral universe and that goodness and justice are objective realities that we ignore to our own peril objective Objective realities Yeah, objective realities 好,再來我們請 Linda 來 Linda 來 好,謝謝老師 And so And so Fearing the Lord Living wisely Is living alone The queen of the universe 好,到這裡停下來 我們再來是 這個是 glory來 Glory 好, now together 好,謝謝老師 Now together These two sets of speeches From the father and lady wisdom They make a powerful claim About this book That you are not simply Simply reading good advice You are reading You are reading God's own invitation To learn wisdom From previous generations Pre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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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tions Previous generations Uh-huh, previous generations Uh-huh, previous generations Okay,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lady wisdom Okay, Jessica,来 Thank you, thank you, Jim Thank you, Jim These native wisdom Playments They are a creative Poetic way To Of Exploring This idea That we live in God's moral universe Right, well,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整個 沿著這個宇宙的脈絡 裡面 我們就生活在這個裡面 Okay,好 我們再來看下面是 Naomi,來 Naomi Naomi,我們來這個 Now Together Now Together These two sets of speech From the father and lady wisdom They make a powerful claim About this book That you are not simply reading good advice You are reading good God's own invitation Invitation to learn wisdom From previous generations Okay Previous Previous Uh-huh, previous generations Previous generations Very good, very good 好 謝謝老師 好 我們接下來再來是 是不是 Lydia 055 Lydia,來 好 Thank you, Jim This lady wisdom Happy Chinese Happy Chinese Happy New Year This lady wisdom poems They are a creative Poetic way Of exploring this idea That we live in God's moral universe And that goodness and justice Are objective realities Realities that we ignore To our own peril Peril Objective realities Objective realities Yeah,这是客觀的事實存在 Okay So just 不管我们 接受与不接受 它都在那里 darboende Okay 道德的宇宙里面 它是存在着美善 Goodness 它也存在着公正 Justice OK 好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是 Mary Magdalene来 And so Hi thank you And so fearing the Lord Living wisely It's living along the green of the universe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Oh 再来 Zia来是 看看是谁 Oh Joyce来 Joyce OK Now together Now together With two sets of speeches From the father The native wisdom They make a powerful claim About this book That you are not simply Reading good advice You are reading God's own Invitation to men Visdom from Preverse Generation Very good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读这个的目的 读这个的目的是 基本上是 不是只是在 我们有的人好像 哎呀我现在需要一个智慧的 这个帮助或者是这样 我来参考一下 哎真言打开一下 哎真言打开一下 啊翻到 哎第三章 第六节 啊这样子 其实你读真言 基本上是 不是只是在寻求一个什么答案 或找一个什么建议 基本上真言就是上帝亲自在邀请你 来学智慧的话语 而这些智慧的话语都是从前几个世代的人 啊留下来的 OK Previous generations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这个第一部分啊 其实咱们我看了看 咱们现在可能学了是 三句话 就第一句话感觉好长 我就没搞清楚他那个 可能从语法上来说 他那个顺序 这个主语是 Visit lady wisdom points 后面感觉好像都是定语 怎么着 后面就找不着找不到那个什么了 他基本上这里应该有个逗号 OK 这些所有有关 因为他那个lady wisdom 他有诗句嘛 他有写的诗句 他的这些诗句呢 他是用一种很有创造力 很有诗意的方法 来去让你去学习 去探讨这些所有的 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主张 这些点子 那讲起来就是说 我们是活在上帝的一个 道德的宇宙里面 在这个道德的宇宙里面 美善跟公正都是绝对存在 他就是一个客观事实 你接受也罢 你不接受也罢 他永远在那里 上帝的道德的宇宙是 美善的又是公正的 但是我们常常都忽略 我们忽略了这些美善 我们忽略了上帝的这个 道德的世界里面的这个公正 我们都不在意这些事情 所以那个lady wisdom 就会一直提醒你 有没有 如果我们一直忽略了以后 我们就会怎么样 to our own peril 我们就自去灭亡了 是不是 就给我们自己带来很大的危机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是 我看到那个4点13分 那个 our own peril our own peril 4点13分 Right to our own peril our own peril 这个我不是很理解 是 它是 它是一个习惯的用语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常常自己要 是不是说让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将我们自己 置于危险之中 是这个概念吧 是 没有错 我们常常会自取灭亡 就我们把我们自己 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境界 哦 这个peril 就是危险的意思吗 peril是危险危机的意思 pe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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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常常把自己 因为我们忽视它 我们不在意它 你看那个 那个 Lady Wisdom 有没有 它一天到晚 都 头小叫 大街小巷的叫 没人理它 是不是 所以这个 to our own peril 就是 我们常常是要 我们可以讲说 是 可以怎么讲 我们常常自己要承担后果 而这个意思 to our own peril 就是我们常常会自取灭亡 这个后果是 很危险的后果 哦 好 谢谢老师 OK 好 好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to our own peril 这个字是一个 这是一个习惯的用语 OK 我们常常会讲 比如说 to your own peril 你自己后果自负哦 OK 你把 你让你自己走入 这个危险的境界 你后果自负哦 to your own peril 我们是不是有常常定 什么合约的时候 然后讲讲 如果你不什么什么的话 后果自负 后果什么什么 我们是一概不管的 有没有 OK 所以 to your own peril to our own peril 我们自己常常要承担这个后果 好 其他的问题 没有问题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那个今天的这个 看一下这个 把它调出 我把它调出来 大家看一下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子好了 OK 这卷书叫proverbs proverbs 好像大家觉得这个 发音是不是有点困难 前面是proverbs verbs 后面是bs bs的那个地方 就会比较快一点 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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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proverbs proverbs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OK 好 把它放上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大家看 看看 看 if 好 可以 把它放上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這也是ところ佛歌的福德謙 美文語言 their is decisions they are relying on her so you see someone being generous or having sexual integrity or upholding justice they are drawing on wisdom these lady wisdom poems they're a creative poetic way of exploring this idea that we live in god's moral universe and that goodness and justice are objective realities that we ignore to our own peril and so fearing the lord living wisely it's living along the grain of the universe now together these two sets of speeches from the father and lady wisdom they make a powerful claim about this book that you're not simply reading good advice you're reading god's own invitation to learn wisdom from previous generations and so in the next section of the book chapters 10 through 29 we find 在这里 大家现在是不是比较能赶得上这个速度 听力上面觉得怎么样 老师看着这个字能够跟得上去 如果说不看这次光听的话估计你够想 对我来讲 基本上就是个体力活你要一遍一遍的听 你多听几遍十遍二十遍听完以后 你就很容易赶上这个速度了 你就习惯它的速度了 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圣经工程这个英语版的和那个中文版的 是不是说中文版的是根据这个英文版的翻译过来的 是完全一样 而且它们翻译成好多种语言 因为从这个汉语版的来讲 感觉到听没有这个 好像把我读没有这个那个味道 味道好 没有这个英文的味道好 那表示你英文进步了 表示你英文很进步 谢谢老师 谢谢 所以你听出来了 基本上 但是八九不离是不会差的太多 因为他们找的也都是很不错 很厉害的翻译的人 他们在外网上 他们这个圣经工程是非常浩大的事情 他们六十六卷书都做出来 然后他们翻译成好几种世界 好几种语言 这个这是无法想象的 凡是牵涉到翻译圣经的事情的时候 都是一个非常浩瀚的工程 而且你会很难想象世界上 有这么多人投进这么多人力 这么多物力 这么多财力去做这个事情 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圣经这本书 是很值得我们这样做的 好 大家回去多听一听这个袋子 你反复的听 你就会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以后你再听到这种字的时候 就会很习惯了 偶尔都是会跑出来一些 比如说习惯用语 或者你不习惯的这些说法 什么的 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给你累积的时候 你就是学一下这里 学一下那里 东学一点 西学一点 你慢慢你的词汇量 你的习惯用语就增加了 这样子 好 好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没有话 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 听说 有时候我找不到那习惯用语 你知道吗 老师你要看到的话 我不一定知道 然后你就告诉我 有啊 有啊 我们都有在讲啊 谢谢老师 对 你学到了 你就用起来了 yeah 好 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 然后明天我们可以继续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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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